夏天到了,做些清爽又健康的甜品吧。杏仁豆腐是我们家夏天常做的一道点心。相对于美国大杏仁,我更喜欢用男杏仁来做杏仁豆腐。男杏仁又叫甜杏仁。具有润到易肺滋润肌肤的功效。男杏仁带着天然的清新香气。做出来的杏仁豆腐香而不腻。杏仁豆腐既可以淋上果酱直接吃。 也可以搭配各种新鲜水果。做成糖水杏仁豆腐。洁白的杏仁豆腐。五颜六色的水果丁。净凉甜蜜的糖水。炎热的天气里来上这么一碗。该是一种多么畅快的享受啊。准备好男杏仁。清水。牛奶。细砂糖等制作杏仁豆腐的材料。男杏仁清洗干净。提前一碗用清水浸泡。 泡好后的男杏仁放入豆浆机中。加入900毫升的清水。搅打成浓浆。然后将杏仁浆过滤出来。熊汁用清水泡发至膨胀透明。 然后沥干水分备用。杏仁浆倒入锅中。加入细砂糖。大火煮沸后继续煮10分钟。其间注意搅拌。以免扑锅。然后加入牛奶。继续煮沸。 再加入处理好的熊汁。一边加热一边搅拌。直至一体沸腾。熊汁完全溶解。将杏仁浆过筛入容器中。然后用小勺撇去表面浮沫。完全冷却后冷藏备用。 准备好各式水果。洗净后切丁或者挖球。将完全凝固后的杏仁豆腐切小丁。小碗中放入杏仁豆腐丁和各色水果丁。敲上准备好的糖水。吃时拜云即可。